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Easy Career的Excel VBA技能培训课 我是大家的讲师 我叫Kevin 那么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本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金融经济专业 然后本科毕业后又在多大读了一个经济系的研究生 现在已经毕业多年了 现在在咱们Easy Group里面任产品总监 同时也是咱们Easy Career这边Excel VBA课程的一名资深讲师 那么我自己对于Excel其实可以说算得上是自学 所以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系统性的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但是我自从接触了这个Excel和VBA这个软件之后 我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上了 所以我虽然不能够自称为一个Excel VBA的资深的专家 但是我也是非常自豪的可以说我是一个Excel的热门爱好者 那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这个Excel和VBA呢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Excel这个软件 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有一些基础的认识 其实会发现它其实 从入门来讲的话呢 并不是一个很难上手的一个软件 那么我呢也是通过自学 慢慢的摸索到了它其中的各种奥秘 和这个各种功能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上我的课 我也有自信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无论你现在的基础如何 无论你是对于这个程序有一定的了解 还是完全没有碰过这个程序的一个全新的小白 我都会从零开始 逐步的带大家去探索 去熟悉这样的一个很神奇 很实用的一个软件 那么第二点呢 我也希望能够在给大家带来这些技巧和技能的同时 让大家获得一份对这个Excel的热爱 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一个工具 从此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向前 那么这些说完了之后的话呢 想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Excel和VBA它到底是什么 那么Excel这个程序呢 很多小伙伴都有接触过 也都有见过 是咱们的这个Microsoft Office系列里面的一个 专门用来我们说叫做spreadsheet 做表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大家应该都不是特别陌生 但是VBA呢 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有所不知了 VBA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咱们的这个 如果是这个学Computer Science的小伙伴 咱们应该有了解过的 可以说是一个编程语言 那么编程语言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和电脑和计算机 在进行沟通的一个界面和一个平台 那么VBA这种编程语言呢 它有一些的特殊性 那其中呢 它和这个Excel Microsoft Excel 它俩呢 就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好哥俩 我们经常会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应用 所以对于咱们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可以把VBA理解为是专门用来服务 咱们Microsoft Excel的一个编程语言 那么可能说到这儿 小伙伴们或者一些对于这个编程底子不是特别好 之前没有太接触过编程的小伙伴们 可能会开始心里有点发怵 哎呀 这个课要学编程 那么编程不是很难吗 我能不能学会编程 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些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VBA呢 作为一门编程语言 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并且当我们把它和咱们的这个Excel 放到一起相结合之后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初学者 去探索编程 去开始上手编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啊 那么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学VBA之前 我的编程背景是零啊 我本人是学经济出身的 对于这个计算机的话呢 也是只能说在学习阶段 所以我通过学习这个VBA 其实也领悟到了很多 这个编程它里面的一些技巧 和一些是这个整体的思维逻辑 所以总之咱们去学习Excel和学习VBA 是颇有收获的一件事 那么第二个想跟大家聊的 就是Excel呢 在咱们行业当中 它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那么其实Excel可以算得上是 一个最广泛跨越最多行业的一个 基本上所有人工作的职场当中 都在用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个就是因为Excel它的灵活度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像在银行 会计 投行 各行各业当中 我们都会发现这个Excel的身影 所以小伙伴们掌握了这个Excel的技能呢 我们去到任何行业当中 这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但是也必须跟大家说的是 不同行业在运行不同的这个Excel的程序的时候呢 也都会有一些它行业里面具体的一些技能 那咱们的这个课程呢 不可能是把每一个行业具体的Excel技能 都全部交给大家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希望给大家带来的 是对于一个Excel基础工具 基础操作的一个熟练掌握 以及一份对Excel这个程序 它的喜爱热爱和愿意钻研下去 愿意继续去学习它的这样的一份热情 那么最后一点 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Excel和其他的一些数据分析工具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和对比 那么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听过 不光是有这个Excel 还有比如说R SAS SQL 等其他的 听上去跟这个Excel功能 可能比较相近的这些软件 那么这些数据分析软件和Excel之间 它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那么首先Excel本身 它也是一个 我们经常会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数据 拿数据来去进行运算 来去进行分析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Excel它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呢 其实就是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单元格的界面 就因为有Excel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单元格界面 所以Excel在处理和分析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both胜任前台和后台的工作 那么什么叫前台和后台的工作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在做一个数据分析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需要把数据拿到我们的程序里面去 对它进行一顿操作 进行一顿的分析 把我们的这个运算该跑的 把我们该做的整合 全部整合完 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是数据分析的前台工作 那么Excel用它自己的单元格 我们把数据扔进去之后 可以通过各种的formula 通过各种的data analysis tools 对它们来进行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数据呈现给无论是你的客户 无论是你的老板 还是你的团队 我们要把data给它visualize出来 给它呈现出来 那么Excel自己也具备非常强的data visualization能力 所以简单来说 Excel其实在整个数据分析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万金油的程序 既可以做后台的数据分析 又可以做前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呈现 所以这个是Excel它的一个独特之处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 就是像我刚才有跟大家提及的 Excel和VBA整体合在一起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的数据分析 编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全套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Excel和VBA 能够收获到非常非常多的职场当中 非常有用的技能 好的 小伙伴们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试听课里面 给大家讲的一点点具体的Excel的操作 好吧 那我们用Excel的话 像咱们刚才说的 会用来处理很多的数据 那我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的话 会用到很多的这一个formula 和各种各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是Excel 咱们会需要掌握的一个基础工具 之一 那么像咱们这块 大家可以从屏幕当中看到 我们这块现在有一个dataset 有一个数据组 里面是咱们500名学生 在一门课当中 TermTest1 TermTest2 Homework FinalExam和它的总分 这样的一组数据 那我们现在想到这些数据 来进行一定的分析 那么首先在这个页面里面 它有很多的是 我们需要通过各种的formula来去计算出来的 那么这些在咱们的Easy Career的Excel VBA课程当中 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今天的话 咱们在试听课的时候 想给大家讲一个 不是特别的简单 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Excel当中的formula 叫做Vlookup Vlookup这个formula 很多时候其实会被很多人 比如说公司的面试官 当做一个你到底会Excel 还是不会Excel 它的一个分界线 一个分水岭 这个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最开始讲Excel VBA的第一届 当时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十多个人的班里面 有两个小伙伴 是上完了这个课之后的话 马上就去参加到了面试当中 并且他们两个人去的是不同的地方 都非常非常开心的回来跟我说 老师老师面试的时候 正好考到了 你教我们的Vlookup的formula 于是我就把这个点记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面试当中 其实如果你在简历上写 你会Excel 其实面试官他非常喜欢考你的一个点 就是Vlookup这个formula 那他为什么喜欢考Vlookup formula呢 因为一 他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复杂 但是一个只是对Excel了解皮毛的人 可能就并不清楚他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Vlookup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formula 那么Vlookup 我们用这个function 这个formula想要起到的作用 就是在我们的数据组里面 进行一个搜索的功能 搜索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在Google当中输入你想要的关键词 它就会给你这个关键词所对应的信息 那么Vlookup它恰恰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咱们回到我们的datasets 这个Vlookup它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比如说我想去查找一个人 他某一个evaluation的成绩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example 比如说我想查找学生号为927992112 这位同学 他term test1取得的成绩 我们会注意到的是 你的数据组里面一共有500个人 那么我要把这500个人里面 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一位同学 那么用肉眼看基本上是不可能找到的 那我们就会依赖于咱们excel里面的 这一个Vlookup这个formula 通过这个formula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行的这样的一个code 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成绩 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大家跟我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想显示分数的单元格里面 输入一个等号 然后输入Vlookup 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 excel的界面 它会自动弹出Vlookup这个function来 因为这个是excel里面自带的function 它也会给你在使用这个function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一个提示 接下来我们打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 excel的formula的括号里面 我们要输入的是这个formula 它的几个argument argument我们又可以理解为是input 就是你在算的时候 你需要告诉这个function什么信息 那么Vlookup之所以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formula 因为它里面总共有1234 四个不同的argument 所以我们这四个分别要告诉他 第一个是lookup value 这个就是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我们希望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希望的是在我们的整个dataset里面 找到这个927992 112这位同学 所以我的lookup value 点一下光标点一下L24这个单元格里面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打一个逗号 下一个我要输入的argument 就是table array table array我们需要输入的是你的数据组 那么数据组的话 我们就需要从你的整个dataset里面 第A列到第J列 选中我们所有500个人 选中整个的这一个数据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table array 简单来说 lookup value是你要找什么 table array就是我们要在哪去找 那么第三个我们输入的是column index number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希望它返回什么 那什么叫返回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927992 112这位同学之后 我们在数据组里面找到了他对应的这一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希望看到的是他的什么信息 是他的性别 国际生属性 他的专业 还是他某一个考试的成绩 我们需要的是他的term test 1 那么term test 1我们怎么来把它 给他提出来 我们就来数 从我们数据组的第一列开始 A是第一列 B是第二列 C是第三列 D是第四列 E是第五列 这个是ABCDEF 是第六列 我们想要的信息在你数据组的第六列里面 所以这块的column index number我们就要打一个6 这三个放在一起 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Vlookup前面的三个argument 第一个是你要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的table array就是你的总的dataset 我要在哪个里面来找 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他返回第几列的信息 好前三个说完了 那么最后一个括号的range lookup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必须要跟大家提到 咱们的Vlookup的搜索功能 它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像咱们这样的一个 我给他输入一个编号 他通过这个编号来去查找我想要的这个编号所对应的这个信息 那么另外一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档来去搜索 比如说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现在说是这个比如说你的工资分档 然后按照档来交税 那你的工资在哪一档里面 你就会按照这一档来去进行 来去这一个对于你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分别的这个对待 那么我们这块呢 既可以是搜索它的编号 也可以去搜索它的档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做的 咱们这个example当中 我是要搜索它的编号 那么这块我们需要输入false 或者呢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零 那么这块同学们记住 如果是找编号 我们这块需要输入false或者输入零 如果我们是在分档 我需要输入1或者输入true 那么这个写完了之后 我们把括号回过来 按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咱们这边的一个分数 那么这个分数呢 是85也就代表的是927992 112这位同学在term test1当中取得的成绩是85分 好吧 那么后面两个呢 我们再来带大家做一下练习 那么第一个讲完了之后 第二个的话呢 希望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熟练 那我们这块呢 可以直接来写 等于V6号 括号 第一个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我要找的是903592031这位同学 我们的table array是我的整个的dataset选中 我们的column index number 是我们看看啊 现在需要final exam 那么也就是f16ghi 就是6789 我是需要第九行的信息 然后最后的range local false 因为我是在找编号 回车出来 那么903592031这位同学 final exam的成绩是59分 那么咱们最后这一个homework 这一个呢 最后再来带大家写下 那这个咱们就写的快一点点 vlocal 找它 我们的table array 选中 column index number 我们看一下column index number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homework homework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几个啊 homework是第八个 range local 0 好的 最后能炒到904 618 521这位同学 他的homework成绩是85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怎么样 在excel章中去使用vlookup这个formula 来进行搜索 那么这个呢 也是咱们试听课 想给大家讲的这个全部的内容 那么有更多精彩 在咱们easycareer的excel vba技能课等着大家 那么希望呢 大家多多支持咱们easycareer 也希望同学们能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当中 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